東京奧運7月23日進入第三天的賽事 於當地時間下午一時 一共有64名選手參與男子個人射箭項目 賽事於夢之島公園排名賽會場進行 韓國17歲的金濟德射出688分 他一共發出了43支十分箭 當中有15支是鄭重雄心 金濟德排行第一名 金濟德表示 今天腳鋒比昨天練習的時候大了一些 但我的想法是繼續抱有信心作戰 比賽中每人總共發出72戰 滿分720分 7月24日將進行首屆登場的混合團體賽 並將產生第一面射箭金牌